大家好,我是波卡多,首先要来抱歉一下,之前在剧场版《龙珠超布罗利》二刷新德的影片里,在关于布罗利的形态那边,名称有说错,所以这次特别来更正整理,布罗利的所有形态,也让大家再重新回顾,这部剧场版的布罗利吧,那么话不多说,开始咯,巨大猿猴,这是布罗利小时候,还有尾巴时,独自被放逐边境星球,看到圆月后变身的,虽然没有出现身影,但可以从布罗利的父亲口中得知, 他确实有变身过,一般形态,原本的样子,刚与达尔挑战时,就是用这个状态与他对打,布罗利奋弄形态,这是被超赛神达尔打倒时,布罗利才变身的,拥有绿色的气,而且头发为竖起,被布罗利的爸爸称为,掌握了大猿猴力量的人形态,而后来幻悟空与他对战,这形态肌肉还有变大,头发整个竖起,战力还持续增加,使得超赛神的悟空,也被打倒, 超级赛亚人,由于布罗利的爸爸,被弗利沙杀死,使得布罗利才爆发,变成黄法的超级赛亚人,虽然外表跟一般超赛差不多,但却拥有可以碾压超赛蓝的强度,战斗爆发力可说是十分惊人呢 超级赛亚人布罗利权力形态,这是在一空间,布罗利与乌达尔对打时,所变的,此时布罗利的头发,从黄色变成绿色,而眼睛呈现只有眼白的状态,衣服还爆开,感觉真的很强,只可惜最后,还是不敌超赛蓝的乌达尔,但值得提一下,这形态,在被打倒的一瞬间,又出现瞳孔,似乎是恢复理智的样子,或许之后,还会出现以控制这权力形态的布罗利也说不定呢, 另外,虽然这形态,天旧版的布罗利,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的样子很像,但名称却不太一样,另外补充,在龙珠超里,也有跟着很像的形态,那就是第六宇宙的开尔,他所变身的,不受控的超赛 以上,就是龙珠超,去长版里的布罗利,所有形态的重新整理,希望这次整理,可以让大家更清楚啰,那在这些形态里,不晓得各位,喜欢哪个形态的布罗利呢?欢迎留言跟我说哟,那我是波卡多 喜欢我的影片,欢迎分享或订阅那波卡影片,下次见